我们来学习烧伤 那么烧伤的重点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烧伤面积的计算 第二个是烧伤深度的判断 第三个是烧伤治疗 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看烧伤面积的计算 烧伤面积计算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手掌法 是用小面积烧伤的估算 第二种是九分法 是用大面积烧伤的估算 手掌法你们还没考过 这个职业一次考过一次 大家注意 也就是说无论病人的烧伤面积多少 拿着病人自己的手掌 那么大概相当手掌的大小 就相当提高面积的1% 大家注意这是病人自己的手掌 不是你医生的手掌 为什么 你不过婴幼儿洗澡的这个套伤呢 你比如新生儿 洗澡这个套伤呢 你拿着医生的这个手掌 不估计那个婴儿没有一个手掌 大致不是 所以是病人自己的手掌 那么每一个手掌 相当于它提高面积的1% 这就是成为小面积烧伤故障法的手掌法 这个手掌法你们没考到 职业一次考过 所以怕他像职业一次考到你 第二个你们考到最多的就是九分法 基本上所有的烧烧面积计算都是九分法 什么叫九分法 就11个9%就是99% 另外加费应部的1%这活起来 100% 所以你看头紧 那么第一个9% 双上肢两个9% 双下肢五个9% 再是前居肝后居肝 三个9% 这样就加上费应部的1%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百分转 这就是构成了我们九分法 这个九分法按计算考到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我们重点来看这个九分法 九分法究成什么算 第一个我刚才说了头颈部大约是9% 9%其中 法部长头发的地方 3% 面部3% 颈部3% 所以头颈部头颈部 大家注意这个颈部归来在头颈部里面 好第一个9% 第二个双上肢两个9% 两个9%就是18% 18那么个顺别分为双手 5% 双前臂6% 双上臂7%就是5-6-7 好了趋干 27 那么前居肝肝13%后居肝肝13% 肺应部1%加在这儿啊 大家追悠意把这个肺应部的1%加到什么 双下子去 它长在双下子的地方但是 上的这个为了凑成这个百分之 3927 哎就没把他加在双下子去 加在哪儿下入区肝部 所以大家注意只要是区肝部啊 它就包含了这个 废用的1% 有时候大家打个括号哎不包括区肝部 或者区肝部没套商 那么大家就要把这个 1%给捡出来 第二个还有前居肝后居肝 哎他搞个前居肝后居肝 大家一定要不要打成什么趋干部 3927%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好了最后就双下肢 双下肢包括双豬双腿 以及双臀部 臀部的这5%在 双下肢里面 双下肢里面大家就是5945 加上1% 不要把这个1% 大家注意这个1% 跟这个会员部的1% 搞粉了 大家都知道是会员部是1% 一百分之一 咱到哪来加上双下子这个1% 说啥事实在 这样把两个1%分到一起了 做错了 为什么会员部的1%要加在双腿肝 因为臭成3927% 也好记 43% 43% 26% 假如没有1% 那么就不好记 所以大家有意这两个地方 双下子另外加1% 然后趋干 这会员部的包括是会员部的1% 所以这两个1%不要搞粉 好了大家注意了 双小腿 双足 双大腿 7% 43% 21% 大家注意了 这是男人的 那么 臀部的5% 这是男人的 加上是成年女性 大家注意 双足 双腾 过位6% 大家注意了 他就是过位6% 因此 双足 憋下了1% 双腾 大了5% 哎你再记不住就记住 成年旅行什么 风如回腾 知道了吧 哎大家这样记住了 你一定要抬头看一看啊 大家注意 看一看年龄 哎看一看性别 所以收藏面积计算的时候大家处 基本上就处在这个这个黄业式地方 经常有一处 还有一个在自己一次考试 注意一次考试中间还要加什么儿童的教肃 你们接着目前为止 你们考的这个四体中间 都是考的成人 没有考这个12岁以下的什么 成人的一些幼儿的教证 所以这个职业医师助理 是经常考这个教证 因此 我讲职业医师助理 这个总是跟大家说 我抬头看一看 第一 看年龄 是不是成人 第二 看性别 是男男女女 男男女女 就是一个双腾 双足 你是用7% 53% 还是两个6% 所以那么记住 双肉回腾 风如回腾 好了 大家注意了 假设12岁以下 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成年人 成人 不是只18岁以下 这是12岁以下 12岁以上 成人 小于12岁 大家注意了 哎 投名不要加上12-0 说一下 这叫相应的 减去12-0 换之一样 所以大家注意 以12岁为界 他的成人 是以12岁为界的 不是我们 平他做的 18岁为界 为什么投金 不要加 说一下子要减呢 哎 你再记不住就记住 哎 我们每年 暑假寒假期间 要换个电视连续去 总的话 什么大头儿子 和小头爸爸 哎 小孩子的头 相对比较大 所以要加上12-0 所以要加上12-0 说一下子呢 相应的减去12-0 那么成人呢 哎 这个跟成人比较 说成人就不这样 就校正了 所以大家注意 在记上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他的年龄 是否他也12岁 第二 是男人是女人 这是大家经常 有错的地方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 好了 其他这几个授具 一般来说不会错啊 错就错在这黄月式地方 所以 我在这个幻灾片里面 用黄月式地方表示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这是考试中间 经常设计的 就是这种东西 经常错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11年这个四题 这个职业一四题 考得很巧妙 哎 我把它收入 拿到我的 这个同步练习里面去 很多同学 就在网上花碟子 哎呀 何老师出的这一题 真变态 不变态啊 这不是我出的 我告诉你 这是一年的这个职业 也是考的原装的实题 怎么那么变 就把它打一项 从原来的五个打一项 因为你们是四个打一项 改成四个打一项 哎 你一做就错 你看你这题目很简单 就是你的重点 所以帮助大家理解 好了 大家看看 女36岁 不许掉入热水中间 烫上双瞎子 她打个括号 不包括腾部 哎 不包括腾部 就双瞎子 怎么样 把她这个腾部显出来 问按九分话计算 烧烧面积都说 简单吗 你一看会很简单 最后你一打就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烧烧面积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跟大家说 记住两个东西 第一 看性别 第二 看年龄 看年龄 这个病人 大不大约十二岁 大约十二岁 不教证 小于十二岁 一定要教证 第二个 一定要看性别 男人跟女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这两个地方 由于出错考就考虑这个痛点 好首先大家看年龄 哎 这个病人年龄 三十六岁 大约十二岁 所以不教证 第二 一定要看什么看性别 你错就错在这 哎 大家看看这是个女 所以他的臀部 双蜂蜂蜂蜂蜂蜂 一定要多少 他呢 啊 百分之六来算 我估计你错就错在这 哎 不包括臀部 减去臀部的百分之五 错了吧 哎 稍下字 大家都知道 五九四十五 加上百分之一 四十六 那么减去 这个女人的百分之六 蜂蜂蜂蜂 哎 不要减去百分之五 减去百分之五 那你肯定错了 哎 一减去百分之五 答案就是B B就说了 所以应该减去百分之六 应该对什么 正确答案应该答案 C 百分之四十 所以你错就错在这 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 不是我变态啊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 职业一四十一 曾经考过 你们考研究生啊 你能职业四十都做不到 那么你将来 假日要参加职业一四考试 这种题目你不是还不会做 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啊 这就是大家的痛点 所以这就涉及了哪一个 哎 涉及到双周的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 是不是涉及到这些黄鲜石授具 所以这黄鲜石授具 大家注意再注意 这是经常考到的啊 希望大家兴趣注意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你三年这个四题 大家看 成人双息以下 商商面积有占多少 我们说商商面积 计算第一个 大家看年龄 第二个看性别 哎这个是成人 所以不加效率吸收 第二个 看年龄之后看性别 哎这个没有性别没有性别 默认的就是我们说的男性 好了大家注意了 双齐以下包括双足 双小腿 双足7% 双小腿13% 加起来20% 所以正确答案为C 这个题比较简单 这研究的四题啊比较简单 这个没有什么什么痛点 也没有他什么知识点 你背得到 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 烧烧生动的识别 烧烧生动识别在这个地方啊 有时候考的题很难 难难得哪儿 难得你背得到做不得题 为什么背得到做不得题呢 因为难在你的 五年之教授上没有讲 八年之教授上讲了 哎大家最有错的就是 表皮 真皮 继续分成这个细小的这个四层啊 记不到 所以大家就给他搞错了 大家注意 你们初号用的是什么 哎表皮显成表皮真层 真皮显成真皮真层 经常在说 哎一个皮肤分成四层嘛 表皮层表真皮层皮下走直 肌肉筋膜肌肉 所以这四层 这四层哎大家什么都由于给大家什么 记到最不由于记得 最有分小的 考试的时候你最有错的 就是 表皮层或真皮层继续分成 所以大家不计要记得表皮显成表皮深层 真皮显成真皮深层还要记得 哎他的这个什么 具体含义是什么 表皮显成那么 在你们五年之教授还是表皮显成 但是表皮深层呢 大家注意叫深化层 深头挖的长头挖的叫深化层 真皮层 浅层叫乳头层 那么深层叫往上层 所以最有余说的就在这儿 为什么呢 他有时候题目简单一点 就像你们五年之教授一样 搞什么真皮浅层 真皮深层 你就知道了 好了难一点的题目他刚刚说 哎稍稍累积了乳头层 问你累积是哪一层 啥了吧 哎你平时就记 什么真皮浅层真皮深层 最后搞个乳头层 也不知道了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啊 因为这个八年之教授咱们讲了 说不连读的那个教授就讲了 哎大家就 就记我这个幻灵片上面啊 这样分成 这样大家知道吗 最用其出 所以 一二三 三度四行分成 那么大家就搞清楚了 哎最浅的层 清化表皮显成的 烫到表皮显成的 那是一度烫上 哎 就达到深化层 接近乳头层的 那么 这就浅二度烫上 到了网状层呢 哎 这就是什么 深二度烫上 假如一直烫到皮肤 整个都烫上 那么就三度烫上 所以 一度浅二度深二度 三度烫上 一定要跟他区分开来 所以 涉及到一度的 一般来说不考你 为什么 表皮显成太简单了 他不考你 那么三度的 哎 他假如考到了 我记得有一年考到了 也很简单 倒到皮下 皮下 你想想整个皮肤都受累了 皮肤之下 当然是三度烫上 这个痕迹呢 那么最容易错的是什么 浅二度 深二度 浅二度 累积到乳头层 也就是说 真皮的浅层 那么深二度呢 累积到真皮的生层 也就是网状层 所以这两次是最容易分销的 因此大家重点 记得两个 这两个在考试中间 记得涉及到 你稍微不注意 就错了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一度 从来没考到过 三度考过一次 这都很简单 所以中间的这两个 是大家什么 难点 也是大家重点 因此大家什么 一定要给他搞清楚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2016年的试题 这个试题比较简单 它烧上面积 可以像脂肪走组 已经属于哪个 脂肪走组是哪的 脂肪走组在哪儿啊 在皮下 皮下脂肪皮下脂肪嘛 皮肤之下 当然你整个皮肤套上哪 才会到皮肤之下 皮下脂肪走组 所以应该属于三度套上 正层皮肤套上 所以正确答案为第 好了 假如我这个题目改一下 我说烧肠上面可以看到 肌肉组织 那怎么 连肌肉组织都看得到 肯定皮肤可脂肪了 哎 烧肠面积可以看到 骨骼 那么当然也是三度套上 所以像这种的 也只不过出发不一样 那么答案一样 因此正确答案为第 好了 第二个 那么烧肠身度的判断 最主要 就是这个表格的记忆 这个表格这么记忆 哎 大家可以用 呃 场景计划 什么场景计划 就是我家人是个医生 一个烧伤病人来了 来了之后 大家肯定会问我两个问题 哎 一个烧伤病人来 医生 我参加研究室考试 你说一说 我多长时间能好 哎 关系到我考试怎么做 是复习怎么复习 所以第二个 哎 医生 我这愈活了 这个脸上会不会 疤痕 他绝对问你这两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来了 来了 这个就问你这两个问题 那么你怎么回答他 你说我不知道 你这个医生不是个傻瓜蛋 你这个医生不是个农民一样 别人不知道吗 可以血运可以 你医生也不知道 你不是白血了 所以大家说一看 应该在一秒钟的马上 肥大大这个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地方啊 你知道他 里边这个胳膊上面 哎 一个星期好 回答他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就不留疤痕 也不留涉身处 这个地方哎 两个星期好 会有涉身身处 不留疤痕 这个地方三个星期好 会有个小疤痕 这个地方一个月以上好 会有个大疤痕 哎 他最后就跟真正一个月之后 你那个大疤痕 哎呀 这个医生真是神仙 不要看他的年轻 他水平太牛逼了 说一个星期一个月好 真是一个好 说你有个大疤痕 真是个大疤痕 为什么 哎 这就是烧伤面积的判断 大家一眼一看 马上就应该想到啊 这个病人 烧伤身都是多少 愈活的时间都是少 这是临床上经济人问的 那么医生的水平高 高就高在这 好了 你比如说病人一来啊 跟你说医生给我看一看 哎 医生的 我刚才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 哎 就这个样子 这个手的这个样子烫伤了 你跟他怎么说 他马上问你医生 我这个手上会不会有疤痕 医生多长时间能好 哎 哎 假如他一来哎 来了之后这 背上 也被开水烫伤了 或是热油股烫伤了 他跟你说 医生我这个是中医 多长时间好 哎 来了之后 会不会你疤痕 好了 假如这个这 漂亮的妹妹来了 哎 被火焰烫伤了 胳膊烫伤的这个因子 他也跟你说 也问你这两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他 所以大家这一秒钟之内 跟他瞟一眼 应该马上回答他这个问题 啊 我可以跟他在那混 假如我当医生 我就马上回答他这问题了 假如这个病人一来啊 跟这个 第一种情况 你把这第一种情况 这是第二种情况 这个胳膊第三种情况 这个是第四种情况啊 哎 我们混合这四个病人 然后加 四种情况 假如第一个病人 我就可以跟他说啊 我跟他又说 我说这一个星期就好了 不理会晚上 不理会 跟你原来一样 哎 漂亮妹妹还是漂亮妹妹 一场白戏的时候 他想的绝对是一个星期好了 不理会晚上不理射身中 第二个我就跟他说 这个你 两个星期好 哎 不会牛八痕 但是会牛射身中 第三个呢 哎 你不要看他小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看他什么 这个水槽还没有什么 三 还没有二席 没有二席 但是我会告诉他 三个星期好 我会给小八痕 假如第四种星期好 这个妹妹一来 哎 他问我 我跟他说 至少一个月好 绝对一个大碗痕 那么是你为什么你就这样说呢 那么也就是一秒钟之内 你必须一生再回答问题 他少一眼 马上判断他的深度 是一度 前二度 深二度 三度套藏 那么马上也搞清楚 怎么来判断的 哎 你说何老师你怎么判呢 我怎么判断 哎 我第一个看的是什么 水泡 这个病人一被水泡 假如这个病人没有水泡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哎 一度烧藏 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是三度 烫藏 第二种情况 没有水泡的就这种情况 有水泡的 大家注意 十二度套藏 不论是前十多 十二度都有水泡 所以没水泡的 你呢 一 四 这两个病人 左边那个病人 右边一个病 一 四 这两种病人 你看看 都没水泡 所以都没水泡 你这样看吗 那么一度跟三度不是太好 他去分了 一跟四个太好 去分了 第一度 像正常人一样 就个充血 水泡 千代是不是 他当然 醉浅 没有水泡 还有一个是 皮肤都烫脏了 都碳化了 都焦化了 哎 你骨头都看得到 肌肉都看得到 骨头上面怎么长水泡 不会 哎 三度烫脏 也没水泡 所以一度烫脏 三度烫脏 都被水泡 但是 你一度烫脏 三度烫脏 区别太大了 是不是 一个跟正常人一样 一个 你看看 哎 黑黑的 全部都焦价 你看这个 肌肉 腓下脂肪都出来了 当然 三度烫脏 所以 我就马上搞定了 第一个病人是一度烫脏 第二个病人 第四个病人是三度烫脏 马上就搞定了 好了 我再一看 这个病人有水泡 哎 就是二三 这两种情况 有水泡 大家再看 有水泡 有混合小水泡 大水泡 越大的水泡越浅 越浅越小的水泡越大 哎 跟大家相当人相反的 老百姓一看 这第二个病人一看 医生拿过这么大的水泡 这个水泡 他们都五公分 他就说完了完了 我烫脏的很大 严重症都很大 很严重 其实上错 哎 跟大家相当人相反 这个大水泡很浅 小水泡很大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 这个大水泡 第二种情况 很浅 前二个烫脏 小水泡呢 不要看着它小 带死 那烫脏身都很大 那么是生物的烫脏 所以要要 越小的水泡 越深 越大的水泡 越浅 这个你想到人相反 跟病人想到人相反 因此大家给他记住 解题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什么 大水泡这三个字 怎么样 切入烫脏 你看到小水泡这三个字 三个字 那叫做生二多烫脏 所以我一看 哎 第二个病人来了 你看有水泡 绝对二多烫脏 你看哎呀 这么大的水泡 OK我知道了 是吗 切入烫脏脏 哎一看看 你看看第三个病人来了 你看一人的水泡很小 你就不要认为它很浅了 既然很深 这就是什么 深入烫脏脏脏 好了这就是跟大家说说的啊 这个 基本上根据水泡 哎就搞定了 哎 这个病人就几次 一度 切二度 深入烫脏脏脏 所以这一二三四这四种情况 这四个病人的情况 一眼就给他搞定了 就通过这个水泡 所以判他烧伤是那种最重要的标志 看什么 看水泡 哎 水泡是他最最重要的标志 也是你解体最关键一些的标志就是他了 好了 有些人假如看水泡还不行 第二个 你再来验证一下 看窗面 窗面啊 哎 你看看第一个病人这个窗面 你看看 哎 除了红 有点充血之外 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 这你肯定知道了 跟老百姓一样 就像那一五十多的温开水 泡了一下 当然没有套藏 是不是 好了你再来看看 第四个病人 你看看 窗面都焦黑了 叹花了 焦佳了 哎 甚至看到肌肉血管 什么都看得到 是不是这样改变 所以当然 整个皮肤都被套藏了 你看皮下脂肪肌肉都出来了嘛 甚至有时候电烧伤 你看骨骼都出来了 那当然是三度套藏 整个皮肤都套藏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窗面 你看看 好了第二种 第三个病人第二个病人 你这种情况 你看看 都有窗面 都有声音 哎 他水中里很明显 那么 识的很多 声音很多的 声音的 深耳度 欢知 浅耳度 好了 这就是看窗面 第三种感觉啊 感觉 大家注意 第一度 那肯定是吗 感觉很 感觉很好 跟正常人一样 这些烧作感 不怎么痛 好了 这下是三度套藏呢 三度套藏 全层皮肤都被套藏了 哎 皮肤上面的神经感觉 这些神经都被烫死了 他有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所以三度套藏 你不要看到他 这个窗面很厉害 套藏密集很大 但是哎 他重不重 不重 甚至不痛 痛就消失 为什么 他神经全部被烫死了 还有什么痛绝呢 好了 二度 三度套藏呢 哎 刚刚跟他想法 有痛绝 那么二度套藏 越浅的越痛 哎 越深的越不痛 越深的神经都快烫死了 越不痛 越浅的 跟正常人一样 当然痛 你正常人我拿个 裸铁烧红的 啪当 烫一下 当然痛了 为什么你的感觉吗 套藏深度比较浅 所以 巨疑痛的 那么是浅耳度 顿痛的 深耳度 痛就完全消失的 三度 哎大家看看 水泡是最重要的 驱昏大的 早上深度的最重要的标志 那么第二个看上面 第三个看感觉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巨物的温度 哎你甚至可以摸一摸 像第一个病人你可以摸一摸 是不是这种病人你可以摸一摸 当然了第三个病人 第二个病人你在摸 跟那个嘴巴摸破了 他不打死你 我告诉你 因为第二个病人 会上吐 你在摸的时候 哎呀你自己摸 检查的时候不要动了 他就自己都知道了 好了第一个 哎这个温度 微微针 为什么微微针 摸了不是温度 哎他重血嘛 你看看这个病人 表面有皮肤有冲血 当然是微针 那么山豆躺在那发凉的 为什么 皮肤都躺死了 没有血管了 没有血运了 当然是发凉的 那么前耳朵呢 稍微增高 尺耳朵呢 略微降低 因为他还跟他山豆一样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哎拔毛实验 拔毛实验是外国人用的 我们中国人没有拔 如果整个人身上 人的身上干干净净的 哪一毛呢 外国人身上像猴子一样的 又是胸毛了 又是体毛了 我的天哪呢 这个拔毛实验 当然我们中国人 有这个血教材 就跟着外国人抄 所以他有时候出体 也有个拔毛实验 那么拔毛实验 第一个病人肯定剧痛 为什么 一度到那么 那么他的拔毛实验 就像那些人的身上 八根头发 他怎么不痛呢 当然剧痛 好了 第四个病人 三度他说呢 肯定不痛 为什么整个皮肤 全部被烫死了 神经感觉神经 全部灰神了 所以他不痛 好了有点点痛的 前耳朵 围痛的 那么是深耳朵 根据这些东西 我就不可以迅速地判断 这个病人 是一度是浅耳朵 是深耳朵 还是三度套藏 好 记住了这些 判断 判断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我刚才说了 给这个病人 瞟一眼这四个病人 我就马上可以区分 这个病人究竟是哪一度套藏 然后再告诉这个病人 会有什么结果 告诉这个病人 啊 预火时间 有一部分行程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病人问题这两个问题 为什么会回 怎么来回答他 刚才我说的 怎么回答他 一二三四 那么这就是三度四行 这种会上 受伤 大家就可看到 记忆运火的时间 怎么记 我这样记的啊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走 一度套藏一个星期好 三到七天没一个星期好 我就给他记成 前二度套藏一到两个星期好 我记成两个星期好 哎 生二度套藏是三到四个星期好 我就是三个星期好 好了 三三度套藏呢 一个月以上好 我不是刚才一个月吗 所以流不流半痕 一度套藏 二度套藏 子流套藏 不流半痕 三度套藏 八痕与活 小半痕 四度套藏 三度套藏 大半痕 前二度套藏 小半痕 所以这就回答了病人两个问题 所以在临床上啊 对于这种病人 马上一眼看 上上身都判断 一定要在一秒钟的搞定 然后回答病人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医生 当然了你把这个表格这种记住了 应付考试没有什么问题了 在临床当个烧伤医生 也没什么问题了 至少我烧伤 刚才跟他讲了烧伤面积 烧伤面积你自己看一看 然后烧伤深度你也判断了 就不是ok了是不是 那就是很好的烧伤医生 那么讲一样 等一会再跟他讲一样治疗 那么他就做一个好的烧伤医生 就形成了 然后你不停的在临床工作 反反复的工作个一到三年 你自己不就ok了 你自己就个很牛逼的烧伤专家了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基础知识 大家要搞清楚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5年考虑这个实体 大家看看 喂 沈上孙华城的皮肤烧伤是什么 哎 你假如不知道孙华城是什么东西 你看看 这个体肝中间就出现了 你就不会打呀 是不是 孙华城在哪儿 孙华城就是表皮 生成 哎 没有累积表皮生成的 就是没有累积第二成的 那是哪个 肯定是一度烧伤的 二度前二度烧伤 你看看 生化成乳头成都累积了 哎 黄的这个黄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 表皮成那么是一度烧伤 不累积生化成 生化成减赞 所以正确答案为A 第一个出来了 第二题又来了 去除水耗之后创免死云 但是感觉持人的皮肤烧伤是什么 哎 大家看看首先这个病人有什么 水泡 遗传到水泡 我跟大家说 这都是二度烧伤 哎 答案只可能在比谁中产生 要么是前二度 要么是生二度 究竟是打B还是打C 哎 继续看 看他的感觉 感觉是持顿 你想想 感觉持顿是什么 哎 越浅的越痛 越不浅的感觉越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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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应该是什么 生二度烧伤 所以正确答案为C 你就搞定了 一旦有水泡 绝对不是一度 绝对不是三度烧伤 所以把A D干掉 所以有水泡 二度烧伤 感觉持人 神二度烧伤 哎 并且这种结论 大家都要记住 那么在以后再解决 就拿来自用 就OK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98年这个实力 它是三度烧伤的特点位 这是个二个问题 要大家来考 三度烧伤就有什么特点 哎 当然可以 深度给他皮肤全程 我刚才说了 三度烧伤就是皮肤全程 甚至皮肤 肌肉 骨骼 皮下 哎你看看这个皮下组组 都可以看到 特别这个皮下组组组组织出来了 好了答案比 创名没有水泡 也认为一度烧伤 三度烧伤 创名都没水泡 但是创名是拿换 或较黄色 这个就较黄色 所以 比相也是正确 所谓A正确 B正确 C 创名上看不到 数字张 算是血管 能不能看到数字张 算是血管 可以看到 怎么看不到呢 哎 你皮肤皮下都可以暴露出来了 当然血管也暴露出来了 所以可以看到 因此这个看不到 是不正确的 好了 我们再来感题 病人有剧痛或感觉过敏 病人有剧痛的是什么 是前儿子套上 所以三度套上整个皮肤都套死了 皮肤里面的感觉神经也套死了 所以不会有疼痛的 所以无痛 因此答案底下也不正确 因此正确答案是AV 是不是 你这样刚刚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题其他就是考虑 刚才跟他讲的那个表格里面的内容 所以大家背读那个表格里面的内容 那么烧伤深度的这种特点 大家就全部搞定了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那个表格的内容一定要记住 怎么记 就跟我刚才说的形象记忆法 把它记住 这就是大家的什么 考试中复习的时候 重点之中重点 好了 我们再看看 烧伤严重度的分头 根据烧伤严重形式 把它分为新度重度 重度特重的烧伤 好了 这个烧伤的这个表格的这几个数字 只有一次考了N多次 你们研究中考试还没考 怕到今天考你们 希望大家一旦注意 这几个是硬不的东西 没什么办法 好了 根据轻重重和特重 那么大家注意 是看二度烧伤面积 或者三度烧伤面积 或者总面积 大家注意不是一度烧伤 不参与 烧伤深度的判断 也不参与 等一会儿我们讲的 烧伤补业的面积的计算 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要一度烧伤的面积 好了 大家看看 假如根据二度烧伤的面积 那么二度烧伤的面积不同 把它共和轻重重特重 大家看看 假如二度烧伤的面积 小于10% 轻度烧伤 11%到30% 中度 大于50% 特重 第二个假如一烧伤 三度烧伤的面积来计算 轻度烧伤大家注意了 是没有三度烧伤的 极有三度烧伤 不管你面积多少 都到了哪儿 都到了中度烧伤 小于10%中度烧伤 11%到20% 重重 大于20% 特重 重面积 大家注意 假如重面积 在31%到50% 重重 大于50% 特重 大家尤其大家要注意的 这三种情况 大家看 以什么连续的 这种关心的职业很重要 或者 就是这三种情况 只要注意一种情况 哪一种情况 都可以把它判断 轻重重 也就是既可以 三度面积 也可以 二度烧伤 还可以重面积 烧伤 都可以判断 轻重重 在临床上 或者是 在你们考虑中间 以重面积 这个比较多 当然 那也是个 折落的处理 就是个尸体的内容 好了 这就是跟大家说 烧伤 轻重重的判断 在烧伤轻重的判断之后 还有个特例 为什么特例 就是二三度烧伤面积 达不到 上次这个特例 但是 这个病人 已经发生休克 或者呼吸到 有受伤 或者有护活伤 那么 就不看烧伤的深度了 直接把它回来 为重度烧伤去 就是二度烧伤 三度烧伤 即使你看看 达不到这个要求 但是只要出现休克 只要出现呼吸到实际上 那么都属于重度烧伤 为什么这样 你看休克的病人 快死了 那么实际也很厉害 所以肯定重度 呼吸到烧伤的病人 你在外面看不到 呼吸到一烧伤烧伤的这个胜处 那么马上自欺死亡 所以这种病人 肯定要放在ICU里面 即使它的面积 达不到 你的要求 但是 病情还是很重 随时可能自欺死亡 所以都给它 跪到重度烧伤之地 所以这就是 两种特殊情况 当然 俯活伤嘛 这大家都知道 在烧伤记忆的现场 说不定这个病人 既有烧伤 还有跌落伤 这种俯活伤 那么都属于重度损伤 好了 这就是烧伤 严重程度的分队 那么这个分度 这个分类 大家注意 在你们研究考试中 没出现 但职业医师 助理医师 考过很多次 所以我们来取到例子 也是职业医师 大家看 一二年考了一个职业医师 大家看 所以承认中斗烧伤的次 中斗烧伤 那么三斗烧伤面积 小于10% 大家看 中斗烧伤嘛 所以正确答案会 烧伤总面积 31%到35% 那是中斗烧伤 就这一个 二度烧伤的面积 加上小于10% 所以轻度烧伤就这一个 二度烧伤面积 小于20% 只要你百亿修客 尽管小于20% 所以重度烧伤但是一百亿修客 应该归来总结哪些区域啊 重度烧伤 三度烧伤面积41%到 20%那么 所以重度烧伤之一 所以每一个答案下你就给它搞定了 因此正确答案应该答A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呼吸道烧伤 呼吸道烧伤你们考过两次啊 希望大家一起注意 也叫吸入吸引烧伤 为什么吸入的时候经过呼吸道 吸入吸引烧 好了呼吸道烧伤 大家注意这是重症 只要有呼吸道烧伤 觉得这个重症别人 那么就不看你烧伤面积了 你比如说在这个教室里面 这个教室明天假如门窗也备了 即使门窗也备 我们这个28楼 你能跳下去 跳下去还不找死啊 加这个门已经封闭了 大火已经跟他吞死了 封闭了 你出不去了 那么怎么办 这个教室明这些同学 我告诉你 女同学最容易死 男同学估计就不死了 哎为什么呢 因为女同学她胆子小 一看着烧伤 起火了 他就要当大家 哎呀救火了 哎呀救命了 哎热气都吸进去了 一吸进去呼吸道烧伤 呼吸道烧伤即使将来 相关人把你救出救出去了 但是你看一看 怎么样 哎最后又呼吸道烧伤 最后窒息死亡 最后死的就是你 谁也救不了你 男同学一看 哎呀 你这个门也封死了 今天跑不掉了 我记得从窗户里面的跳下去 哎这个窗户28楼跳下去还是死 哎呀教授一看这么的漂亮美眉 今天哎陪着我死 死了武汉了 哎她就跟秋少云一样 趴在地上移动不动 最后被小王爷给救出去了 她还没死 那些女的很救命的都死了 哎呦女的在呼吸道烧伤 她们窒息死亡 男的趴下来哎受死她狠心 为什么火焰空气堵都是什么 比重比空气轻都否则上面 所以当你烧伤的时候 应该说越趴的低越不受伤 哎火焰在上面热气也在上面 那么毒也在上面 那么你趴的是下面 找个地方趴的 那是最容易积极的好不好 当然呢一定要小王船是来救你 没小王船是救你最后还是烧箱 烧箱什么烤鸭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呼吸道烧伤 所以在一个烧伤现场 你在急救的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你不要大声的昂昂大声的嚷嚷 哎越这样呼吸道烧伤越重 那么你又呼吸道烧伤 不看你烧伤面积多少 这都是重症 所以最容易被分泌又无 导致呼吸道窒息死亡 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好呼吸道烧伤是怎么认证的 哎他也怎么认证呢 有这期点哪期点 这里面考过两次啊 第一个在米伊布里斯瑞华晨所上 当然你跑不出去 只有呼吸 呼吸之后把这火焰 这些东西都呼吸进去了 好了面部 颈部 前胸部有烧伤 特别的口鼻处都有烧伤 你在呼吸的时候 当然容易热烈烧伤 好了鼻毛烧焦了 口声化干了 口香有红肿有水泡 哎连口香都烧伤了 当然你呼叫烧伤的可能性比较大 再有刺激咳嗽 哎唐中有碳血 唐中既然有碳血 咱肯定是呼吸道伤伤所致 不然怎么来就碳血了 哎有失音思想 有退缘困难 那么当然提示你热力水上生蛋 呼吸道 有呼吸困难 有传明音 那么证明你有呼吸道 哎第四次 假如先知境 华嫌七道年吗 有水种 有出血 哎有不脱 坏事 这是证担吸入一省 最直接或准确的方法 当然了你知识要看到吗 当然是最准确或最直接的方法 是不是 这就是呼吸道伤伤的 七个知识点 其中前六个是证担依据 后六个 后一个就是什么 确诊依据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一零年这个试题 大家看下列并行中 有助于证担 吸入一烧伤 吸入一烧伤 就是呼吸道伤伤的有 这个还是你 大概在鼻部的空间 大鼻面部有什么烧伤中 有鼻毛 哎眉毛烧这样 受伤之神大声的呼叫 我们说了 受伤之神大声的呼叫 那么热气体可以进入你呼吸道 最终导致你呼吸道 伤伤 伤后有时一时 要咽不出血 这都是诊断 吸入一烧伤的 哎这些知识点 所以ABCD应该权限 所以都打进去 这就大家这种标准打一下啊 好了我们看看 第五个啊烧伤的病理生理和临床分期 接着目前为止烧伤病理分期 考过一次 考的什么东西 哎 快速抗休克资料 我记得有一年烧伤早期的资料 最关键的是什么 体液复苏 考过一次吧 是不是 我也是提液复苏 它就是考那个烧伤的病理生理 因为是根据烧伤病理生理主要分为的士气 那士气 第一个体液胜出器 在烧伤早期 一般就是体液胜出 第二期就可以硬氧氧氧机 第三个 创品吸服器 第四个 抗伤机 我们先来看看体液 渗出器 在烧伤之后 那么体液渗出在6到12个小时 渗出最快 那么6到8个小时 达到高峰 基本上持续24到36个小时 由于这种渗出量很大 大到怎么程度 所以你叫补业质量 抗修科质量 这种补业抗修科 体液量很大 一般都是6000到1万毫升 你看补业量是不是非常大 为什么补业量非常大 因为在这个时候 最大的威胁就是食液修科 为什么食液修科 就是因为它在体液胜出器 胜出的手度非常快 食液量非常大 所以这是一个特点 所以烧伤的急救 最主要的就是补业 好了第二个 假如你斗过来修科官 就是把这个急液生出器 斗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又来了 危险关 药理的病毒又来了 催命鬼又来了 第二个是什么 感染器 当烧伤的生出器一过 马上一个水肿回吸收器 这些加皮涂涂 上面有大量的细菌 一吸收到浓动半血症 所以到了第二期 那么在感染器的关键 就是防止感染 一般他感染于修科 死掉了 那么又怎么让他斗过这个感染器呢 早期切架 把这些被细菌污染的这些甲皮 切掉 或者植皮 或者消加 所以啊 在烧伤的第二期 主要的治疗方法 是控制感染 那么控制感染的最主要的办法 就是早期切架 好了 假如你斗过这两关 一个是修科官 一个是感染器 一般来说就不会死了 那么有个大的办法 康护期 没什么说的 嗯 短点之后 恢复正常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说实的 烧伤的临床昏期 获得的病理生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呢 你事件这个实体 大家看 大面积烧伤20小时内 首先要进行 进行主要的治疗措施 是什么 烧伤20小时内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 渗出期 大量的提液渗出 哎 那么要进行提液复述 所谓提液复述就是补业嘛 是不是 所以正确答案为C 就搞定了啊 控制感染 大家注意了 这在感染期 也就是斗过修科之后 哎 那么就到了感染期 那么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啊 第二期 最关心的资料 那就控制感染 控制感染的手段 那么就早期去消假 好了 我们再来继续看看 烧伤的现场急救 烧伤的现场急救 考的不多 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就考过一次 哎 这个直言意识到 接上考这个 烧伤的现场急救 好了 我们首先看 现场急救 第一个是脱离热源 这没什么说的 哪怕先都知道 哎 你要哪个地方失火了 你赶快 跑到外面去 钱也不要了 物也不要了 救命要紧 哎 叙述脱离热源 是不是 在跑的过程中 大家注意了 假如衣服 烧到了 哎 就地打滚 一般像修手 怕到那里 一动不动 哎 大家都知道 但是 他为了不保留目标 在哪个地方不打滚 即使旁边有个水池 他也不跳到水池里面去 怕保留目标 最后被活活的烧死了 成了战斗英雄 所以这是 我们朝鲜战争中 由于现在巨大的意义 这种说 可爱的英雄之一 好了 假如来皮死呢 那么你已经救的打滚 跳到水池里面 那么火焰就熄灭了 在跑的过程中 切勿奔跑 切勿呼啸 哎 越呼啸 我刚才说了 哎呀 救命了 救命了 这把热气 进入你腹肌道 最后 到这腹肌道成伤 成了种植烧伤 好了 对于小面积烧伤 特别是手啊 脚啊 这种部位的小面积烧伤 那么最好的方法 是什么 拿着自来水池里面冲一冲就完了 第一 吸收到能量 第二 又灭了火 这是最好的 所以他也经常考你 哎 四肢力烧伤 集结中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拿着自来自来自水浓头地一下 用清水冲洗吗 这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这个打一下啊 你们就考了过 考了一个吃是不是 第二个是保护窗面 要用干净的服料啊 进行保护 你比如说 有手绝的 用手绝 哎 没手绝的 用干净的衣服 给它包扎起来 但是不要头抹 有色的药物 为什么头抹 你不能头抹 有色的药物 你比如说电厅 哎 你比如说龙男子 都不要头抹 这些有色的药物 因为影响稍稍 深度的判断 你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不要头抹 这些有色的药物 假如要用 用无色的药物 你比如说接耳末 哎 这个心接耳末 可以用 好了 大家注意了 维持护窗通常 特别是对西路易损伤 有护窗的损伤的 要早期进行气管切开 不要在那护窃困难 他还注意 吃烟气管切开 这个病人自行死亡了 所以一定要维持护窗通常 好了 其他的一些资料措施 包括大面积伤伤 假如这个病人 有休克 一定要救济 救济 进行抗休克资料 否则你说 我要转到省城里面去 我要转到哪个大医院的 牛逼医院去 最后 因为休克 是在转营途中 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 疼痛比较剧烈的 可以用正通剂 甚至派提提 这些人我们烧伤的急救 这烧伤的急救 偶尔考到 希望大家应急注意 好了 96年这个是提大家看 烧草现场急救 夏天哪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他还能找出错误的做法 哎 当然 迅速的脱离 脱离热源 用冷水浸泡 或者松泥 这大家都知道 哎 依然是火了 赶快 奔跑 脱离这个热源 赶快 哎 把你这个地方 清到自来水浓头 冲一冲 这最好的 答案 正确 单比 减去 医护 显化 用清洁备当保护 哎 这刚才我们说了 要保护 创免 哎 用清晰的备单 或者清晰的衣服 清晰的手绝 来保护 比正确 单身 正经 着心是有安定 正经药物 对不对 哎 因为他痛得比较厉害 尤其是 潜入的上伤 痛得最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 要用了正痛药 正经济 好 答案第一 呼吸到着伤的时候 应该有严重呼吸困难 欢可行 气管切开 对不对 这个肯定不对 呼吸到着伤的病人 用运营去自吸 应该及早 进行气管切开 不然这个病人 大量的呼吸到 胜出的时候 会导致 自吸死亡 所以哪项不正确 当然打地去了 好了 又严重呼吸伤的 应优先进行急救处理 你不要这个病人 又骚伤 在奔跑的过程中 不小心摔了一家 摔了个皮膜的 哎 那就成了呼吸伤 你假如不对 皮膜的进行处理 这个病人 食用休克 早就死了 所以大家注意 再注意 呼吸引伤 医療进行优先处理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 所说的 这个现场急救的资料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烧伤出息的处理 烧伤出息处理 大家注意 你们也考过 这个职业是经常考 那么 根据它烧伤争斗的不同 处理原则是不一样的 假如这个病人 是轻度烧伤 什么叫轻度烧伤 就是一度烧伤 前二度烧伤 那么这叫轻度烧伤 创免怎么处理 我刚才说了 不能用有色药物 来涂抹窗面 你看看 这个人就是有有色药物 涂抹窗面 他不认窗面 怎么是红的 这不是充血水种 这是用点听涂来的 点听涂 你看看 这个窗面的烧伤 深度就不好判断 所以不要用这种有色药物 来涂抹窗面 那么要涂抹 可以又有无色药物 你比如说 本扎修胺 本扎修胺就是 我们原来所说的 心结人灭 千分之一的心结人灭 或者两千分之一的 大家注意 这都只是一个什么 消毒的药物 不能上面说的 清洗 一出一物 所以窗面 你看看 都不能用这些有色药物 哪些有色药物 你不如您创街上用的 电厅有色药物 龙胺子有色药物 包括我们的落伤的 都是有色药物 所以这有色药物 在窗上的科 很少用到 就这个道 因为它影响 少上 深度的看到 第二个的水泡怎么处理 对水泡怎么处理 你们是不是经常搞啊 对水泡怎么处理 那么谁的水泡 肯定是深耳朵 浅耳朵 是不是 大家看看 这种 浅耳朵烧上大水泡 怎么办 大水泡保留 拿着注射器 穿一穿 把这些 深夜穿出来 把它什么 爆炸 加点油机的东西 加点烧商烤 把它爆炸起来 所以大水泡 穿至周夜 不要把这个水泡皮 搞掉了 为什么 大水泡把这个皮 水泡皮流到 它的窗面 一个保护作用 防止吸菌感染 但是叫做小水泡 大家看看这种小水泡 怎么样啊 小水泡很多的 就把这个什么 小水泡 就可以给它清除掉 大家是看到 大水泡很浅 我要保留 小水泡很深 要什么 要去除掉 就这样的道理 就是大的流到 小的干掉 那么小的 一般就是 生二度操伤 大的 一般都是 小二度操伤 所以你看 越大的水泡越保留 越小水泡越干掉 这就是它的特点 好了 大家注意 烧商 创品的爆炸 烧商创品的爆炸 一般由油纸杀布来爆炸 油纸杀布上面 可以加抗生素 可以加抗生素 创品上面 可以加抗生素 可以 为什么黄烟是自己表示出来呢 这个你们还没考过职业 一直考过很多次 但是 七八百教材也不一样 一到七百教材 就老的教材 是严禁加用抗生素 严禁加用抗生素 就不加抗生素 但是在八百教材刚刚改了 完全改过来了 那么就是 完全两个意思刚刚相反的 它是可以添加抗生素 所以 你做到历练整体的时候 很老级的整体 那么是不能加抗生素 加抗生素错的观点 现在八百教材呢 要加抗生素 可以加 里面用油 油纸杀布 什么油纸杀布 我明白要么用虾马油的 要么有黄石银的都可以 大家注意 假如不是油纸杀布 里面洗水成的就是普通杀布 第二天 怎么样 换腰的时候 有一段把水红一洗干了 那么这种 这个地方就很干燥 你把这个杀布一揭 整个皮肤 被杀布 粘在一块扯下来了 是不是这个窗面就把它扯了 破坏掉了 所以 它说不定要感染 感染这个窗面 深度就要加重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油纸杀布 第二天换腰 它不会跟这个皮 烧伤的皮啊 粘在一块 那么 内层有油纸杀布 外层可以用吸水的杀布 就这个道理啊 好了大家注意了 有些地方是不能够包扎的 你比如说面部 我给你包起来 这个人都不能服气了 哎 颈部回音部 这些不归的位置 都不适合来包扎 就是用暴露凉花 就给它敞开 怕什么了 是不是 哎 这就是暴露凉花 好了 这一轻度烧伤 对于中重的烧伤里面 大家注意 关键是保命啊 轻度烧伤嘛 主要是看 让它早点好 那么中重的烧伤 就先要保命 由于在修科的早期 哎 烧伤早期 这种病人 适应修科 是回厂常见 也是它最重要的适应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监测生命提侦 哎 假如有护照烧伤力 要进行气管切开 不让他死了 假如有修科的 扛修科治疗 大面积烧伤 都是采用暴露的疗法 你不能包哪儿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 烧伤面积50%以上 你不可能把这个人 都给包裹起来 像婴儿一样 包裹起来 是不是 好了 这种创伤的创免 为了预防破伤风 应该常规的给予TAT 为了预防感染 要常规的给予什么 抗生素治疗 这就是烧伤的初期处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13年 这是考虑个治疑也是事情 也考虑这种烧伤的急救处理 大家看 男性20岁 这个病人又大腿 前皮肤烧伤三个小时 面积大约是8% 又受个大水泡 大家注意是大水泡 一旦有大水泡 证明他是什么 哎 前二度烧伤 大水泡 前二度烧伤 那么 创免死云 通缺免干 创免的处理 也就这个病人应该是什么 前二度烧伤的 创免处理是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刚才我说了 前二度烧伤 应该是把大水泡 你不是这个小孩 前二度烧伤 大的水泡 那么来了 来了这个你怎么说的 刚才我说了 大的水泡 保定到 小的水泡吸出掉 所以大的水泡 应该是什么 小小毒物 用个注射器 把这个穿刺 穿刺之后 骚上换药 假如小的水泡呢 就减除掉 减除掉就包了 包炸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打谁 假如这个病人 这个题目什么都不变 就把那个大水泡 换成那个小水泡 那么打谁啊 那就打地去了 孩子这样面积是吧 还能发 但是是收个小水泡 由于是小水泡 那就它操上面积是 生二度操上 小水泡应该予以提出 包炸 所以就打地 因此这个题目 把大改成小 那么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打地去了 假如烧烧面积还很大 那就报了上口观察 这就大家最主要特点 所以正确答案 会打C 这个题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烧烧的補业 方法 烧烧我们跟大家说 在早期主要就是盛处 一六到十二个小时 盛处最最快 所以它实验量很大 那么我们就要靠修课资料 不然就修课掉了 那么它有个计算公司 这个计算公司 不计算公司 对于烧烧的面积 请大家注意 烧烧的面积是 二度三度烧烧的左面积 不包括一度烧烧 再次跟大家说 不包括一度烧烧 那么用烧烧面积乘以系数 这个系数在成人是1.5 在小孩是2.0 这个系数在考试时候是不告诉你的 你计算的时候 你必须自己计的 所以请大家注意 小孩考的比较少 职业计是考的比较多 你们还没考到过 所以你就记得是纯人1.5 这个系数 纯义它的体重 加上它的技术需要点2000 这就是整个补一量 这个补一量 这个补一量计算出来 大家注意了 计算出来先补二分之一 伤后8个小时之内补二分之一 那么剩下的二分之一 再剩下的16个小时补乳 所以大家看看 这是第一个小时补业重量 就是我们系上这个公司 先8个小时补二分之一 后16个小时补二分之一 也就是这个病人补业熟度 要是吧 先快 后慢 就这个道理 跟我们烧烧力气就是一样的 先快 后慢 好了 这个就是 到了第二天呢 第二个二十小时 那么 就均匀的 大家注意 均匀的 把第一个小时 二分之一的量 均匀的补进去 也就是你昨天加上补了6000毫升 第二天呢 补3000毫升 均匀的补进去 但是还是要加持基础需要量 但是基础需要量不减半啊 虽然我们这个计算量减半 第二次需要 但是基础需要量不减半 这就到这里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这个金脚的比例用什么来进行补 大家注意 什么来补 加上普通的这种烧烧 你们来说就一比一 一半是对一半 就是一半 晶体一半脚体 就是一半平衡演绎一半 百分之二十五的百弹板 就是一半晶体一半脚体或者血降或者血 好了大家注意啊 这个基础需要量一定不要忘记了 我们刚才计算的这个 计算的这个总量的时候 一定要它的计算基础需要量加进去 在男性啊大家注意要加入两千毫升 基础需要量 小孩子那么注意根据公斤体重的计算 是六十到八十毫升每公斤体重 所以一定要加上去啊 这个就烧伤补业的计算 好跟大家讲到这个补业的计算 估计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再跟大家讲个具体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该怎么算 这个题比较简单啊 基本上送分题 大家看女性二十五岁 火灾虫烧伤面积 它的百分之七十全是烧伤百分之七十 这个大面积烧伤 中美转入120公里外的大医院进行资料 就这个医院条件有限 转转运但是这个医院120公里 问转运中最重要处理是什么 大面积烧伤我们刚才说了 最容易烧伤这个三到六个小时 什么渗出最快 大量的伤失液体 伤失液体之后会导致死云修客 所以烧伤早期最常见的死云就是死云修客 所以你在转运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注意它修客 创免出不出你它都死不了 但是修客会死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重要的 最重要的处理是怕它死了 因为死云修客死了 因此怎么样 要建立基本通道并输液 也就是抢救修客 所以最重要的措施应该是答案 不是修客 所以它最最重要的处理就是它了 所以正确答案为C 这个题很简单是不是 就是修客的处理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烧伤的全身性感染 也就是烧伤病人 我们跟大家说过假日都过了伸出期 那么到了第二个就是感染期了 感染期是它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 所以烧伤一般就是两个地方死 一个当天晚上修客死 第二个过个三四天了 全身感染到了感染期 因为冬毒人中队修客 只有死掉 所以烧伤最主要死云就这两个啊 好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烧伤感染期之后很多佳疲 这些佳疲是西云最好的 这些 这些繁殖的培养基 所以它就永远导致全身 毒血症最后死亡 并且第二个原因 还有什么 哎经常的这种进不倒管输液 那么也可以成为 常见的医院性感染 好了怎么来准断 一个烧伤病人假日也有 哎浓度的表现 你比如说身体性性性改变 体温自然升高或者自然降低 心率自然加快达140美分 有呼吸移住 你比如这个病呼吸到早上呼吸移住 创免的驻病 确性改变 白血症最技术 突然的高突然低 有这种浓度血症的表现 那么说明它要烧伤 全身感染 烧伤全身感染 怎么来进行防治 我们跟大家说过 第一个要防治感染修科 第二个呢 要创伤创免进行处理 这是它预防的关键 防止关键也创伤创免处理 怎么处理 几早的切架 这架下面都有大量细菌成转 所以早期切架 早期消架子皮 那么可以有效的预防 这种病例 全身性感染 第四个 那么就是营养支持 水电力平衡稳当的维护 和正确的使用抗测素 这就是烧伤全身感染的治疗 截止目前物质 我记得90年考过一个尸体 就一直没考过大家了 所以很老旧的尸体 考了一个 90年就考了这个尸体 唯一的全身感染就这个尸体 大家看 有一个大面积烧伤病人 滑烧已经五天了 哎烧烧已经五天了 偷然滑车寒症 即是高热 体温身高 白血河身高不明显 哎呀 实质觉得尿烧 麦快 怎么意思 就是已经感染修科了 问你 他肯定不是实验修科了 实验修科已经找过了 他已经烧伤五天 假如烧伤的当天 很可能是死于修科 但是烧伤已经五天了 这边到了第二期感染期 所以这个病人 根据以上尸体状表现 证断过什么 证断过什么 全身感染 全身感染也就是败血症 好了 有什么类型的败血症 哎 这个病人你看 死之绝能吊少 这是什么 生功能吊量皆少 哎呀 鉴于个人阴性感觉败血症 假如量量争多 鉴于个人阳性感觉败血症 所以这个应该打什么 打B1 给人阴性吸血症 败血症 那么二次是什么吸血症 同意假装毛巾 哎 早上最常见的感染的吸血症 同意假装毛巾 就这样 所以正确当然是B 唯一的靠那个 全身感染的尸体 就这个尸体 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